团善公司大鍋爐火力全開 炒青菜 炸魚排 烹調美味 營養午餐 不過如今榮景不在 這間团善公司 這個月月初無預警宣布破產 雲林有產銷班 被倒賬超過五百萬元 他們的理由也是一大堆 董事長找不到人嗎 也找不到 他說跟他都沒有關係了 有助無門 無語問昌天 農民無奈的說 這間团善公司 從去年九月 就出現延遲付款的情況 今年二月雖然有付拖欠的款項 但沒想到三月又開始欠款至今 害得他們不但是金錢損失 一週訂單也一下子少了五千公斤 蔬菜都已經種下去了 只能重新找銷售管道 原本也是現金支票 還是直接匯款 後來就集欠越來越多 光你的部分 你自己的部分 大概就差不多一百萬 回到台中這間倒閉的团善公司 大門深鎖 門上只有一紙公告 上頭寫疫情打擊 生意一落千丈 導致周轉失靈 強調會盡最大努力處理債務 絕非惡意拖來欺詐 整個學生沒有開學 沒有念書 那一定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業績調都是剩下10% 20% 甚至更低 產銷班二三十位農民被倒帳 判政府重視團善公司倒閉問題 希望不要再有人受害 記者 廖文斌 劉文斌網上 SNG小組 雲林台中 採訪報導